要解決公屋輪候冊長期排長龍的問題 政府建議興建簡約公屋 以保住公營房屋供應不足的缺口 但隨著白覆簡約公屋的用地曝光之後 市場都掀起一會兒討論 畢竟部分簡約公屋的選子 都會在一些市區懷疑地皮上高 究竟對周邊的私樓會不會有影響呢? 大幅簡約公屋用地分佈在港九新界不同地區 涉及總地盤面積284萬呎 一共提供3萬個單位 當中市區三幅簡約公屋最備受關注 分別位於啟德勢運道 柴灣工業區附近常安街及彩虹 當中啟德勢運道 因為它位處啟德站及宋王台站之間 地理位置優越 加上去興建的單位數目達到10700個 佔簡約公屋總供應量三分之一 我剛剛在宋王台站那邊走出來 現場所見 現在周邊有很多用地未發展 都會發展一些住宅的日後 至於簡約公屋的用地 Exactly 你看到那裏有座箱 那裏就是ASI ASI對住的用地 就是簡約公屋的用地 所以日後 ASI部份的單位 都會看到簡約公屋 其實如果由啟德站那邊走過去 假如公屋的用地會比較近一點 啟德站那裏有些甚麼呢 除了有ASI的商場之外 還有商展合SOGO 還有新地協調度 豪宅的項目 那裏會興建1490個單位 新價會否受影響呢 新地協調度 私楼用地 在2018年以251億 相當於每尺高達17700元 差不多等於興建8個簡約公屋的全數造價 豪宅定位的旁邊 就興建簡約公屋 它的租金由最低570元 到最高2650元 對於當日高了入市的發展商 又怎可以將周邊私樓項目的定價自圓奇說呢 對於啟德區 是興建簡約公屋 市場都有些批評聲音 就是覺得整個啟德的發展 都是越見走樣的 除了跑道區裏面的單軌鐵路 是被消失之外 啟德裏面 亦有好多的地皮 都由商業用地改為住宅發展 包括在宋皇台站 以西 亦都是小運動間的公屋以西的這邊 都有一系列的地皮 都會改造住宅用地發展 果化作住宅發展的商業地 由三幅影遊場實 以87億 相當於每尺地價6138元 另外還有兩幅用地 手後會一併推出招標 會為區內增加4300個單位供應 在這些商業用地的前面 還有六幅用地會作住宅發展 全數會用在興建公營房屋 一共提供10520個單位 和當初的發展藍圖有很大出入 問題是 啟德勢運動本身是綜合發展區 根據大綱圖規定 任何在綜合發展區的發展 都要先向承規會 遞加發展總綱藍圖 獲批准後才可以興建 但相關興建簡約公屋的模式 會否跟郭老星房屋可以繞過程序 就有待政府公布 簡約公屋為期只是5年 如果政府在5年期後 它令基於成本效益逐期而不拆卸 就會令到區內原本作為 綜合發展區的用途被消失 但如果不逐期 這區都起碼有5年 令相關綜合發展區的預計用途 不能反映出來 根據地契政府也打算興建地下街 正好貫穿不同附近不同的地域 並由不同土地持有人按地契要求興建 簡約公屋下面的地下街面貌究竟會怎樣 現在都是未知之數 扭轉原本有用途來興建公屋 如果沒有其他替補方案 說到底代表某些方面的設施 會有損失或犧牲 其餘兩幅市區用地上高 在柴灣工廠區附近 佔地0.9公頃的常安街用地 預計會興建1,600個簡約公屋 這幅用地在2011年已改劃為休息用地 但現在要起樓 同樣地在彩虹佔地0.7公頃的 彩興路簡約公屋用地 就會興建2,300個單位 這幅地原本是預留作學校 配水庫擴建 電力支站和社福設施用途 究竟有沒有任何替補方案 都值得政府說明一下 除了市區有簡約公屋 新界區也有五幅用地 會興建簡約公屋 這些地方又會有什麼問題呢 請繼續留意胡說樓市 和Yahoo財經平台合作的樓市節目 我們下午會和大家樂區看看和深入分析 安全的樓市民 提供 安全的樓市民 均匀 已延長的駕駛